有很多人有梦想却不敢放手去追求 来看到台大会计所毕业尼克 他放弃了原本的高薪工作 依然决然投入原意的行列 而三年下来投资的50万元都已经回本 有时候收入还会超过之前的科技管理业 他到底怎么剁造的呢 带你一块来看看 走进香草庭 尼克人们东瞧瞧 稀看看好奇的打量者 你去摸摸看土干了没 那干的时候再浇水就可以 所以加至少200cc 细心为客人解释香草植物的种法 尼克俨然就是原意家 但其实尼克拥有台大会计研究所硕士的光环 先前从事科技管理的工作 一个月还有希望我们高薪 尼克你为什么要 你不是做会计师不是不错吗 那为什么会做这个呢 我妈妈都会觉得穿西装打领带多撑头啊 可是我觉得其实穿休闲服 然后在花园里面工作其实也很愉快 六年前尼克毅然决然投入自己最爱的原意 在果汁机里头丢了冰菜与品片的薄荷叶 再加上一些果糖搅拌一下 就是夏天最清凉的薄荷冰沙 希望能够宣导大家认识香草 那怎么认识它呢 所以透过饮食文化是最容易的 所以我们就设立了一个小吧台 为了让香草更亲近民众 尼克甚至规划了体验区 教小朋友们自己动手制作香草手工造 投资的五十万资金在三年里面已经回本 一个月的收入有时候还比先前科技管理业还高 尼克正朝自己的原意梦一步步买起 你是新闻 新疆新闻 新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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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